大家还记得我们这次讲座的主题 有谁记得吗 我们这次的Fly topic 海路空 海路空 最棒的好学生都在这 对这次我们的主题是海路空 这个全方位投资 刚刚方丽讲的是海上的 那我现在讲路上的 大家说路上是什么 房子 你这一次我又要游泳圈了 所以我讲的是房子 但我自己是地产经纪 但我其实是 二十多年前就来报复这边读书 所以在报复完成了本科和研究学习 然后呢我是其实在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在父母的帮助下就买了第一个房子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的房子是地下室是可以分租的 所以在0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房工了 所以房工的经历还是蛮长的了 然后呢就在做地产经纪结婚 我的专长是不自华的买卖 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小事事业 和房屋更换 所以这段就是我的专长 那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这些市场的投资机会了 那今天探导主题呢是 讲一讲就是益域啊 还有这个我们Golf这个房产投资 一新回顾 还有为什么Golf是一个很 很好一个 得通知以后的一个投资一个地方啊 还有这些现金金融物业的分析 还有我们现在出租房上一些现状 包括我们如果有当中 有些人可能在过去 已经致命业了投资房 可能现在搞不好觉得说 我应该是要去出手的时候 对吧 那么在出售这些投资房的时候 我们需要重新的一些事项呢 那今天如果我问大家 如果你现在问你房产投资 你的脑子里面会出现那些词 利率 利率 OK 还有呢 回报 回报 还有呢 房租 房租涨不上去 房租涨不上去 OK OK 所以我们想到利率 我们会想回报率 可能会我们可能想到是这个 现金流的现金流 我们会想到增值 对吧 如果我想说 哎呀我这租过什么时候搬家呀 怎么还不走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些词 那利率呢 无非是我们过去这几年的 非常非常这个 hot topic 我们就是在讨论这个利率的提 那应该是很很新的系统 今天是二十六号嘛 在二十四号的时候啊 这个Bank Canada 就已经做出这个 今年第一次这个 interest announcement 就是它没有改变利息 我们房东市 欢呼雀跃的很高兴的件事情啊 那么呢 我们过在未来呢 就还有 安邀库还有一些 就是interest的这个的 一些announcement要make啊 但是在过去 这个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啊 它是没有改变我们这个 技术意义 那么呢 我呃 前一周一周 现在一个TD 一个经济学家的一个演讲啊 那他呢 就是预测 就是我不是经济家 所以我现在只能是法编的照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呃 TD的这个经济学家的预测呢 就是在2024年的利息呢 是在 预计在第二个quarter 就第二季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降息 然后一直持续到2025年那个时候 那么呢 呃 这个Benjamin Town呢 是CiBC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 那他呢 也经常做一些预测 这 他的 之前他的预测也是第二季度会降息 但是呢 最近的一些新闻呢 他有提到说很有可能 四月份不可能会降息 有可能到六月份 所以呢 不同的经济学家也不能预测 但是基本上比较的一个consistent的一个message 就是说呢 不会再升了 OK 肯定是维护 但是什么时候降 经济学家也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可能四月份 可能是六月份 所以呢 前景是好的 只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时候降息 但是利率应该是不会再上升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 经济学家 他对这个 这个Home Cell的这个 这个交易量啊 那么他提到了 就是说在 因为利率预测 2024年第二季度会降息嘛 所以他预测呢 就是在2024年第二季度的时候 交易量会上升 因为很多卖家认为房价上去了 所以他可能会把一些房产抛售出来 特别是一些带有投资房 物业的房东 他可能负金流时间很长 他获得不住了 那也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出来 所以呢 预测的是2024年第二季度 在降息的前提下 那可能交易量会上升 然后到2024年的第三个季度 所以这个第四季度呢 其实是比较 还有一些个下 但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来看一下 他们的预测 关于对房价的这个预测 那这个 这条线呢 是这个价钱 然后下个的黑的这个线呢 是Home Cell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交易量 这个交易量会上雪 但是呢 房价的同预测呢 是会下的 所以他预测马上到顶点 就是底峰了 就是低谷了 然后呢会上去一些 然后呢相对来说上雪 这条线幅度肯定是没有过去那种高了 所以他预测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平稳的一个房价的一个预测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所在来报的这个程式 我们过去的一些 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房价的表现情况啊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房价的表现情况啊 不是平均房价 也不是中间价 他每个城市会使用一种标准的户型 然后呢 把这个不同的房子跟这个标准 比如说我今天讲一个独立屋 我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30的1590独立屋 他每个房子 他有一个标准 那所有别的房子 他会根据这个标准来做adjustment 他这个房价呢 一直是来 根据这种户型 来做这个房价的调整 然后呢给你看到 就是不同的时期 这样的房子类型 他的房价的变化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picture 可以帮助我们看到 这样同等类型的房子 在过去的表现 所以其实对 相比来说 对比平均价 或者是中间价 他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帮我们看到房价的一个表现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2020年 我们大家知道都疫情开始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 我使用的是这个 我用的是2020年的房价 三月份 那我们看到一路上升了 大家都在逛 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房价一路上升 那在顶点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2022年的2月份到了零点 那开始加息以后 我们看到直居下滑 对吧 在这个2022年的12月份 又下到下一个低谷 然后呢我们又看 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 利息可能不再涨了 就是然后大家又开始紧动了 所以房价又上了一点 然后到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是83万9 所以其实我们经历这个高峰和低谷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12月份的房价啊 其实跟2021年的7月份差不多 也就是说其实在2022年买的房子的人 其实现在还是有利润的 而只是在这个时候 目前来看的话 在这个点买的 这个点买的 是可能是有一些亏损 但是在2020年的房价 它还是有些利润可以挫折 所以习家现在虽然下来了 但它完全没有回到pre-painline的下迁 甚至是在是在这样一个 这个2021年7月份的房价 那差不多跟townhouse也是差不多 所以它的表现是非常像的 所以这个高峰低谷啊 虽然可能差了几个月 但是是非常 这个表现情况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然后呢condo也是也是一样的 那我把这三个房型的放在一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经常会说 哎呀一种固形可能比较一种固形的 这个增幅要好 其实你要看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走势的话 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多啊 其实你看它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其实这个坡路 其实是每一种房型都差不多了 对吧 那么你看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公寓和townhouse的区别 到这个地方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那么就是它这三个户型的表现非常 非常类似的 这也不surprise 因为这个都是在一个市场上面 那么再来看一下 就把这个时间拉长了 那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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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到是放到了2002年 2006年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刚刚是近距离的看 是有些很明显的高峰屏股 但是现在如果把它拉长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 这个 这个 我们看到现在 就是 其实它的表现是非常清晰的 都是往直见走的 对吧 但是在这个时候 睡了一下吧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 星期周期 因为我过去已经看了这个高峰屏股 其实 其实 apartment和townhouse是一样的 增幅吧 60%将近 独立物差的差的 55% 然后呢 其实在三年前也是 这个apartment 涨幅是很多的 然后呢 一年前我看到了 其实现在和一年前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剩下一点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产投资有的魅力啊 当然我知道 中国都比较喜欢买房子 但是呢 其实它不基础喜欢买房子 但是不是因为 我们的土地情节 我觉得还有很多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它这段的魅力 就更大 对吧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的这个收入 在我们高收入收入 这个地方贷款 我今天可能只有20万的收入 但是我可能可以做100万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 环境投资一个杠杆的魅力 就是我可以使用杠杆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现金流 它有一个被动收入 对吧 因为你在睡觉是个房子 也在涨 对不对 这是一个被动收入 然后呢 我们提到刚刚有真实的潜力 对吧 虽然我们可能看到说 哎呀 这个有这么多的高高起伏 对吧 这个有这个 上去下来 但是我们看到了 在整体的这么一个时间长河里面 看到房产还是要真实的 对吧 所以我相信在 在加拿大特别首在安省 有不但人口有误的话 我相信还是有真实的潜力的 嗯 还有呢就是相对的稳定性 对吧 就像一个 我经常跟客户说 我说 房产投资是我们有专业工作之余 最容易上手一个business 如果今天我也全职工作 我想去哪个side job 我想去做一个小的生意 我都要先进投入时间 投入这个 它可能有亏本的可能性 对吧 如果这个生意经营不好的话 但是如果我做房产投资 其实它是非常稳定的 我要关好这个房子 当作房东 我要关好这个房子 但相对来说是 比较努力上手的一件 就是你在工作 就是在工作之余 还可以坚持的工作 就我觉得房产投资是有很大的魅力 虽然 虽然现在我们很多人focus在 哎呀 现金又不行了 对吧 哎呀都每个月都富了 对吧 这个可能还能再涨吗 都已经那么高了 对吧 可能会看到一些负面的一些 就是 关于房产投资一些负面的消息 让我们看一下 这也是TDE Economics给我的一个数据 看一下 它的title是 Investors as Players 就是说它这些设计是 在加拿大 房产投资人 在房产交易中占有的比例 我们就看上 2003年的quarter 第二quarter 它占的比例可能 应该是在30% 我就能看清楚 可能到30% 也是比较高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么多年 你可以看到 房产地产投资 在房产交易当中 它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吧 那么你看 2023年第一quarter 是最高的 对吧 当然我觉得我们中国人 肯定应该占这个 占了很多这个比例啊 所以我可以看到 虽然可能我们认为 有一些不如以前那么好的 所谓的现金流也好 对吧 但是房产地产投资人 就是很多投资 它非常先在一种投资方式 因为它具有这种杠杆的优势 然后它的增值 它的稳定性 所以它还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 进入这个名领 那么我们一听到房产投资 其实换投资 它非常地多样化 对不对 但我可能可以是 我单独去购买个投资房 然后那个房子 目的就是为了投资 或者我今天可以把 我的小房子换掉 换成个大房子 然后呢 把我的小房子呢 变成出租房 对吧 很多我相信在这边来 过五十一秒长的华人 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是 我换了房子 但是我的小房子 没有卖掉 我就留在做出租房了 对吧 更换用途了 或者甚至小房换大房 也是一种投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在安省 在加拿大 我们的自住房 内外里面是免增值的 对吧 你不是叫cap to gain 对吧 所以今天如果我做一个小房子 我也能把它换大房子 其实应该长远来说 它也是这种投资 因为你投资 你自住房 是免增值的 还有 在我过后 大家也知道 电线出租 那也是一种小型的投资 对吧 我今天有个电线使用 可能并不用 但是呢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 把它做成一个 一个单独的单元 给大家出租 它也是一种投资 它可能就是 产生利润少一点 但它其实也是一种投资 而且在Wolf的话呢 其实政府是非常鼓励我们 去把这个地下室 做出单独的单元 然后做进行投资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楼花期房 对吧 因为楼花里有个优势 就是说 我每年付的这个钱是比较少的 那我的这个payment structure 可能都要到好几年把它付完 然后有人会把它认为 是种我每年存的钱 我放到楼花里 那我四五年以后 我可以这个楼花交锅了 那我可以就是有一些真实 对吧 还有这个 比如说 现在有些人在谈的 这个多单元物业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多单元的这种 比如说我有这个 4plex 6plex 或者更多的 100个多 对吧 我是专门买一个出租的一个 这个出租的一个单元 对吧 这种呢 就更多算是在商业物业里面 但是如果谈商业物业的话 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类型 比如说我可以是office 我可以是这个仓库 对吧 那里面就五花八花 那什么都有了 那比如说 还有就是比如翻新翻键 对吧 我今天买了一个特别破的房子 我去把它翻新了 那我再卖 对吧 当然这种风险还是很大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大家在这个不太好的时候 比如说抢的时候 我抢一个特别贵的房子 然后我去翻新了 因为做翻新的话 它需要非常快的这个turnover 然后我要去卖这个 结果市场crush了 特别是在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它的风险还是蛮大的 做翻新了 当然翻键的话 有的是把这个房子推倒了 然后重新再改一个新的 或者是match 什么的一件事 其实房产投资它的这个category 就是说它的内心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呢 我自己认为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我们一个新手房 或者是在我们这边投资的话 其实这种前面一种 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就特别是如果是一个新的 一个投资人的话呢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比较容易操作 可以复制的一个 一种投资模式 那么我们前两个看我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投资物业 我觉得第一步应该肯定是预算的 对吧 因为我们先去银行做预批 我们看看我们贷款能在多少 所以我们所有的投资都没有办法超出我们的预算 所以知道自己的投资的能力预算是第一步 那第二点就是地段 那我知道我能够投多少钱的房子 那我去哪儿投呢 在哪个城市投 在哪个社区投呢 就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讲的这件城市的特色 那还有一点我经常跟公共说的就是说 我买的投资房其实是一次性行为 我买完了这个事情就交易就结束了 但是我要跟我的租客一起打交道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我的目标租个什么人群 对吧 所以应该是以反向来思考 就是说我想租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去买什么样的房子 而不是说我买了房子以后 我看看我们这个什么人不知道 对吧 但其实是如果你有个目标 因为租客群就是我们的客户 对吧 但我应该知道我要适合适合客户 来反向思维 说我今天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能跟我想到这个遭租的人去匹配 对不对 那打个比方 我今天就会想要租高收入的人群的人 对吧 那我可能得买个特别特别高高的房子 因为高收入人群可能看不到我这破房子 如果买了破房子的话 对不对 那大家觉得如果我们想是买一个 比如说平均收入的房子 你觉得我们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我就想租给一个 平均收入的一个 就是 一个收入的一个家庭 你觉得怎么样的房子 适合这样的人群 在Wolf大家觉得 Town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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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Townhouse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部门级别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Townhouse is affordable 对吧 因为对租客来说 几百倍的租金它是非常敏感的 今天我租金租3000 我这边租30001 它对租金是非常敏感的 对吧 因为它的租金向它收入很大的比例 所以它的租金非常的敏感 对吧 所以那么如果我今天收入平均收入 那么我肯定是买的 叫Townhouse 或者是特别小的独立屋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低收入的人 我可能买成房子 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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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不能单独买地下室 对吧 我可以把我地下室修得住了 我可以粗心 对不对 那大家觉得 你想要跟什么人接触 为什么 大家觉得你们有理想中的租客群 应该是什么 学生 学生 没有学生 还有呢 高收入 这边说想做高收入 做高收入有什么不好吗 好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个百里阶层 对吧 我的租客是非常 这个可能是高收入 对吧 高学历 对吧 交租没问题 但是有什么风险呢 如果我今天做的是高收入人群 房价比较好 对 房价比较好 投资太大了 OK Judy说 高收入 房价就意味着房价贵 对不对 那我投资的房子就贵 对不对 那我能买得起吗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到高收入人群 它的什么 比例小 比例小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城市的收入 如果今天 等一下我可能讲一下 逛府平均收入 如果我今天买一个这个房子 只有30万收入 租了几个房子 在逛府可能是富毛利角 对不对 那我的房子就会 可能面临着我的房子会空置 我租不出去啊 对不对 那你租不出去 那你就开销 对吧 你先进入这个月可能就短缺 对不对 所以高数人群它少 它房价高 对吧 它可能会有空置 对不对 所以你们觉得 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好吗 学生 OK 学生 OK 还有呢 平均收入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 大众话 确实要做得过 对不对 有很多学生 一下会讲 那平均收入 所以一下不管在那么一个城市投资 你就要看看这个城市 平均收入是什么 他们这些人能够负担什么样的租金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我经常跟客户说 买了以后 你永远要想到 我卖你的时候是什么样 对不对 我今天买了一个特别高的 高输入的 高房的 以后好卖吗 可能不太好卖 对不对 因为 again 你的寿命群比小 但你今天买了一个 入门级的count house 对不对 很好买 为什么 手机这个人都可以买 对吧 你的投资人也可以接 而且我们还要想到一个access strategy 就是我们买 不只是买 我们甚至想到哪一天 我卖的时候好卖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想到 我们的预算是多少 它就是 我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做个什么样的人 决定了我想要什么样的产品 同时我们要想到 哪一天我还卖的时候 我好卖吗 对吧 所以投资要有这么一个 大的一个pitch 而不是只是说 我能买80万的 看看我能买什么 而是要有一个计划 就是我想要买什么样的 做个什么样的人 你自我可以买什么样的产品 那每一天我出手之后 是什么样子 那么刚刚提到了这个现金流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 投资方的魅力 有一个现金流 它是个备用输入 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可以给我产生了 我不要去朝九忙 我做办公室 按时间打卡 出来的收入 而是它是在pass的领行 对吧 就是我不用做什么 才产生这个收入 那我刚刚提到的说 因为现在利息高 所以相应的 我们的这个现金流 也会减少了 对不对 那么我看一下 那每个人对这个现金流 算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有的人会说 现金流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金流怎么算的 是我的这个租金 解除我的贷款 解除我的地税 保险和其他维修费 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贷款里面 是有本金和利息的部分 对不对 那本金其实是我自己可以留下来的 对不对 对吧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贷款高了 所以我的这个cash flow 就相应来说就少了嘛 对不对 但是现金流怎么算 这个第一期贷款怎么算呀 我是20%首付吗 还是百分之7%首付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现金流的这个算法 其实是每个人可能不同算法 我只能说在这个 在这个投资的意义里面 大家共认为 百分之25 百分之80 就是我的贷款多度 是最好的 因为我的杠杆用到最大 我这个投资房 银行只给贷百分之80 对吧 然后呢 这 他们认为这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一个 Leverage的一个方式 所以很多 莫认为如果我的房子现金流怎么算呢 就是我百分之20%首付百分之80贷款 然后呢 如果我的租金减去我贷款 减去我的地税 保险其他费用 如果等于零 或者是多月零 我觉得我这个房子就正现金流 对吧 但也有的投资客说 OK我只要利息贷款就行了 我本金没有关系 但是我可以不要 我也叫 我可以这么算 然后这个数值 如果是等于零 或多月零 我也能接受是 接受它是正现金流 对吧 所以每个投资人对这个 现金的算法也不一样 对吧 那有的人说了 那如果我百分之50 50首付 我再租地的租金 我可能都能拿到正现金流 对吧 所以就是说要看 自己作为投资的人 你对这个现金流 看法怎么看怎么算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 其实一个就是 没有所谓的标准 但我只能说 投资人 默认为 这样的贷款 这样的level 是最高的level 因为我可以到最多 最多款 我的首付可以攒下来 或者是投资下一套房子 所以这个 我想把这个说一下 这个现金流算法不一样 那么就回来谈谈 乌尔夫 我为什么觉得 乌尔夫是一个非常 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呢 像我在乌尔夫生活了 快二十多年了 那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地理位置 对吧 我们是有非常独天独厚的 这个地理位置优势 不管是去多恩多也好 去基城 地区沃入这个三角 我们都非常在这个 一个小时车层的到达 对吧 所以很多 从多恩多外面 往外围摩洞的这些居民啊 他们可能会首选 是密西沙家 来不起去Nilton Milton买不起 就是乌尔夫 OK 那么他们沿着这个 C1的这个线 那乌尔夫买不起来以后 就是拿Cambridge 对吧 然后在Pitching Waterloo里边 但其实Cambridge 是稍稍便宜一些嘛 但是Pitching Waterloo呢 它的地理位置 没有Cambridge那么好 因为Cambridge 它沿着这个四川出口很近嘛 所以Cambridge 也是说一些外地人 他这个通行比较方便 所以Cambridge也是有些优势 但是 当然Cambridge的这个租金 这个出租市场 没有乌尔夫好 对于他们讲 那么呢 我想说的是 我们Goubridge 是有人口增长的计划的 因为每年安省都会给每个城市 派发一些人口增长计划 像Goubridge 他的目标 是要在2031年 还要再多 这个4万人口 然后就业机会要增加 那么刚刚提到家庭收入 对吧 Goubridge的年家庭收入 在11万左右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看这个租金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 如果一个家庭收入是11万 我的税后收入 如果要去租房子 我就租一个4000万人房子 比例是很高的 对不对 所以在Goubridge这边的话 3000块钱 只有家庭房 townhouse出租 是能够符合很多 就是一些家庭 双职工的一个收入 他的贊助比例 不会太多 是能够manage 那大家都知道Goubridge大学 大家知道Goubridge大学 有多少学生吗 大家猜一下 Goubridge大学有多少学生 2万 4万 4万多 2万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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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研究生博士加裁 全部有3万人口 OK 是Goubridge大学人口 然后大家有知道Goubridge 有Collinsville College 因为它主校就在Kitchener 大家有知道就是关于最新的 关于这个 Collinsville College 现在的Goubridge campus 是在这个 Vizal公殿里边 对吧 它马上搬到Duntown去了 对吧 Duntown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 汽车总站那个地方 他以前那个 博富人那个楼买下来了 对吧 所以现在呢 还要扩大的一面 所以呢 Collinsville College呢 它会扩招 在预计的那边有5000个学生 可以在这个Duntown那个campus 在Goubridge小区 所以呢 那我见到那本身大学生 以及小房子 紧张了 那这样是 看了所有的学生 那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 这个住房的这个 驱逐之又更加增加了 那大家最近有看到这个 新移民局新政策吗 大家有知道这个 就是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新政策 就是刚刚才出来的 就是因为微信片出来的 就是 减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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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块面 因为过去太多太多了 特别是某个同意的 留学生太多了 但是大家知道 过大学有多少留学生吗 也很多 也很多 多少 5000多 5000多 OK 先别看这个 对吧 大家知道 逛大学都有留学生吗 不多 不多 三四千一万 三四千一万 一共才三万学生 三千万 三千 OK 这是逛大学的网站 结束了 老开 只有1500个 1750个 对 所以逛大学是一个 以local学生为主大学 我当年在别人上学的时候 2004年来的时候 可能我同学 中国人 十个数字都搜不过来的 所以搜不过来的 所以 你看这个政策 你就会做很多 没有影响吗 没有 没有影响 因为各个大学是 以local学生为主的一个大学 所以联邦的这些 对学生的一些移民政策 对我们甚至很影响的 所以我可以说 只要各个大学不倒闭 我们房东就有房东可以收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 还没 rely on local domestic student 我就把这都是官方数据 我没有编了 所以他都是 当然我想说一点 就是 高大学在很多 就是我们华人家庭里面 可能不是很受欢迎 这也是必须要承认的 因为高大学有的专业 寿衣 农业 对不对 这些专业 Food Science 还好 有些华人 但很多专业 咱们华人家庭 可能不太喜欢我们的二大可能上这些专业 对吧 咱们都要去批这个 刚刚毛里说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你要知道 高大学在local的这些人当中实施很好大学 OK 他 我今天没有把这些数据拿上 他其实平方很多讲 比如说 这个综合发展 他其实以前有过第一名 对 兽医也是number one 在他大学兽医比较难进去嘛 所以 所以 我想说的 key point 是 这些联邦的这些study permit 控制并不会影响高大学 在这个学生的深远 对吧 而且在高大学 在local的这个社区里面 它是个非常好这些大学 OK 那么 租金的 我过去有看到过 这个是一个叫Rent.ca的一个网站 他每个月都会出来 就是 加拿大这个城市 不同城市 对衣食和粮食 也就是租金的对比 其实高比衣食排名很高的 那可能比较小的数据 所以造成是第90 一室的Bedron 平均房价是2078 粮食是2661 排名第9 全加拿大排名第9 所以加拿大的过分租金是非常高的 而且在过去的2021年间的疫情线 我们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帐 就是租金的涨幅 对不对 那么呢 就是第90 而且每个月其实都非常靠前的租金 大家觉得租金为什么这么高 房子缺 房子缺 你是指这个粗房源区 房源区 房源区 还有别人有什么 收入高 收入高 11万不算 比周边的人高 外来的人多 外来人多 学生来的多 学生来的多 就业机会多 就业机会多 对啊 外界的客户见面说 为什么你的帐築金那么高啊 但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帐築没有什么 帐築的Condro 都有注意到吗 大家去过Waterloo大学周边 大家也知道吗 对吧 所以其实就光这一点 你能看出来 帐築大学周边没有它的坑洞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见起来一些 像我们知道 在Bowler 就在P级公寓 这也是事实 有些酒店 它已经变得了 学生公寓 对不对 但总体来说 目前来说 我们帐築的这个容积率 不是很高的 就我们没有很多的 像华邸大学周边 那么多高楼人力啊 就我们的学生大很多 还是住house 对吧 所以我觉得学生的租 因为学生的这个 出租房的demand 相对已经把这个家庭 这个出租房的这个demand 它已经吸收一些 以至于家庭 这个租金就上了 因为它的这个 就是学生跟家庭的竞争 这个房源 所以这个家庭房的 最近也上了 那么这个是 Bowler大学的官网上 Bowler大学 其实有一些资源 是给学生租房子 去可以咨询的 它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入门吧 就帮学生 就它官网公布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每一个房 就一个guide 当然是对吧 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 一室或者是 studentvismapartment 它是从950到2500都不同 那2500可能是高端的condo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今天哪个Bowler 是799到2200 average 1000 meeting 1000 对吧 我今天如果租个三个Bowler 有可能最低650 最高1200 average 800多 如果四个Bowler 五个Bowler 六个Bowler 七个Bowler 就它有一个guide的房东路 需要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如果有房间的出租 大概能租多少钱 你可以做这个参考 大家已经看到 比如六十的 这个五十六十七十的 其实它的这个内存蛮大的 很低 才六百分钱 但是很高的话 有1000多对吧 所以就是租金的这个跨度也蛮大的 那么今天我们刚刚提到振线金流 所以我回来 大家觉得现在够 还能买到振线金流的欧业吗 我自己背心在哪 80贷款 现在的利率 比如说我们捐到6.5吧 还能买得到吗 因为我现在很多人会说 哎呀房子利息太高了 利息太高了 所以让很多浪漆主 有的人就是把利息给下了 对吧 那大家觉得现在够 如果再买房子 然后我就得要是振线金流的欧业 大家觉得还能买到吗 很难买到 看你怎么样算 怎么样提到主信金流的欧业 包给金还是不算 本金是算的一件 对吧 算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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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肯定没有吧 肯定没有 都是负的 都是负的 有人有不同意见吗 肯定是负的 有正的 有正的 以前买的房子 现在 现在 现在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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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20%再滑 ok 然后我的心理这算法 就按了第一个算法 我觉得我今天去 哎悠悠我想买个正线金流物业 你能帮我买得到吗 你觉得我应该是yes 你懂 yes yes 你把这一套呢 这样的地方是递充的 这个地方是递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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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买一点 你就是递充的 我跟床边姐妹说 我买了三个腰 三个皮萨 你不觉得管是吧 现在我们说可以有三个单元 我后面也再借一个 后面借一个成块很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上市的方向了,才上市一间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啊,567号Foreign,大家熟悉的话知道这个街是叫busy街啊,当然是嘛 然后看一下它什么特征啊,它楼上四个卧室,它basement有一个卧室,它有两个kitchen,它是一个duplex的单元的,上面一边楼下来的单元 上面一边有四个卧室,下面一边有一个卧室 如果大家熟去这个街的话,肯定知道这是一个悬船房比较多的街,是大马路嘛,对不对 那我再来一下,我今天如果按照,他们有holding offers,offer anytime 我今天就是按照原价买的,八十万一,八十万九啊 我按照6.5的地月,ok? 我的payment是一个月四千多,ok? 我的利息要说,sorry,这个利息也是四千万一十九 我给它稍微多一点,大家知道2020年利息要涨了,对吧? 我就放了四千二,赶得给你呢,对吧? 我的profit tax,三百五个月 我的水电费我就算了五百块钱 我放了三两个钱,那比如是保险啊,对吧? 但我没有放很多钱到年修上面啊,就在四个这个房子,还没错 我的三两个钱是我的这个保险啊,比些别的开销 我放了这个租金啊,五千三我怎么算出来的,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上这个四个学生啊,我刚刚看到四个学生能够多少钱啊? 四个学生我,平均这样我能租八百多啊,对不对? 我就不用,我就有八百多,对吧? 但是我刚刚是算九百算的,对吧? 然后呢,我的利息是一个,别忘了,我的利息是一个一时一天的legal的 对不对?我是当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work out的 它是一时一天legal basically,当初出厨房的 我现在市场下午,我的扣购有租过,现在出现能处一千八一千九一个 对吧?现在我的算法是,按照楼上四个学生,地下室 我可以是学生,也可以是一个上班的人 我分两个单元租租,我的租金到五千三 那我用了一下这个mortgage calculate,对吧? 我的这个每个月的cost cash flow是五十五 而且我的monthly payment的四千块钱里面,我有本金五百八十六 这个五百八十六是我自己可以keep的,对不对? 因为是本金嘛,对吧?我的利息是三千五十一 所以这部分里面是包括了,我有五百八十一 加上我这五十五块钱的这个cash flow 所以这个房子,当然我不否认可能会有一些维持的费用 对吧?这个每房都会有 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是有可能 或者是如果把本金算进去的话,我是偷托自己的 对不对?那你说今天你说我不租给学生,我就租给家庭 那也不得不说是租上这个家庭的,对吧? 这个楼上这个单元,如果租给家庭的话,我可能也就有多称三千块钱 对吧?所以这个租金的话,其实家庭的学生确实会差很多 所以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啊,就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是有的,但是呢,要去挖掘它的这个房源吧,就是有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出租房的现状啊 但我无非是在报告,我们分两种是租给家庭和租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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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可加的改余 premature了,它有镇段这个城市 然后呢,几个同学一起合作也是有的,ok? 那么呢,如果在一起把它分成有两个类型 一个是家庭房,一个是学生房 那现在基本上tenhouse租金在过去 heraus interesting 在过去很大的涨幅,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像有经济学家说 我们现在租金是有inflation 就它涨太多了,对不对? 所以最近可能在三个白酒屋可能在三千到三香啊 这是不包裹水电费在租客自理的水电费 然后呢独立屋如果四个房间可能三千五以上 但again这样的房子属于我们的高价位的房子 其实不太好租的 为什么 因为能够承担得起三千五再加水电器 网 这个东西那也得要很高的收入的价格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我今天说我就买了康肉 基本上南边的康肉粮食平八百多尺的 租金就在那千五左右 对吧 那我今天放了三千五 因为有些高端的公寓我们也知道的 像188年多人上面的租金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的户型很大 对吧 它有的是粮食加一个袋 对吧 所以也有些高端的公寓 但again这种房子现在特别是这个时候啊 是很难租的 为什么 现在本身租客的流动性就不过以前 为什么呢 他以前可能想搬个家 哎呀这房住不是很舒服的 度一个家 但是一看租金太高了 包括了 就是 the cost moving is too high 对吧 那我干嘛 那我就stay home 对吧 这些老线的房子它不能给我涨风啊 对不对 我们都受这个二零五的限制 对吧 所以房租客的流动性不过以前啊 我是指这种家庭房 他可能就是必须要在原来地方去住下去 因为他知道 他一般家 这个租金可能小折几百 上升一千多 所以他不动了 对不对 他不动了 所以那个租金我个人觉得 这个租金涨 这样的租金会持续好几年 可能不太会再进行说 我明年又看到租金涨起来 就是涨起来了 就大家负不起啊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看看选择房 比如说每年的一到三月份是选择房的高峰 因为这个在郭普大学的一个冠军就是传统嘛 他会涨今年五月份 比如现在就是我在要忙的就是自己的房子 或者客户房招租 那他周五一号签约到明年的岁底 他签约一年的租约对不对 那租金的涨率也非常高 打个比方在2021年的时候 每个房子大概在750块钱一个月 但今天来说的话 同样的房子就可以涨到大概将近一千块钱的钱 也就是在过去两年时间内 他从七八路涨到一千 一斤就两百五 那如果我的房子有好几个房间 你乘里有五乘里六 那你租金涨率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那为什么我对学生房的涨幅 我个人也会在一段时间看不掉 不会一直在涨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学生房租金的一个稳定性 是在于我的房子租了一些 比如说通过五个学生 我是用我的family来support他们 可以吗 每个家庭都来 每个孩子都来 用家庭 我租个五乘 为我的family support我这个租金 可能单价听起来 我租金可能总体性价很高 但是它就平摊到了我家庭里面 那么这个家庭 那一千块钱就不觉得太多了 对不对 但我今天过 在家庭房里面 我涨了两百 那就不得了 那些了 对不对 所以学生房的租金是非常稳定 就是它在佛罗格里是远远高于这些 因为家庭分担到哪个家庭的涨幅并不是很高 对不对 而且学生的这个我想大家觉得学生房 除了租金以外 大家觉得学生房跟家庭房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吗 学生换的 嗯 流动性 流动性 我们为什么要流动性的 对对对 老讲早的 对对对 不是二人 学生一般 我下一个租客 我就可以涨到市房租金了 但是我们到夺多 NDP不要上台 NDP要上台的话 他说 现在有段时间提过说 房东换租的时候也得保持旧股金 这个NDP政府甚至提过这样子的提议 但目前没有发生 目前没有发生 所以我们喜欢学生房的它有流动性 它两年三年毕业了走了 我就下一个租客来了以后 我就可以把它调到市场租金 对不对 这是我向大家同意的 那在租金的这个 比如说 你哪个 哪一组人交租金它更有保障性 学生 有的人是学生 学生 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 教授 教授 学生他其实很在意他自己的credit 他之后要找工作 他其实是 还没有进入社会 他其实很需要建立很好的信用 信用 对 他们其实很在意 对的 所以 因为一个家族 如果一方 这个叫什么 失业了 怎么办 大人呢 就是 交不起房租了 所以他这个很 他租金的这个保障很脆弱的 因为一旦一个人这个失业的话 他可能就交不起房租了 对不对 但是学生房 其实家庭在支撑度 而且他的他的这个 占的比例不是很高 可能一间 点多现在一千块钱 对吧 所以他不交租的这个概率是很低的 你们家庭在走破 还有就是学生房 刚刚Sentia说到 学生这个我一直很想跟学生 买到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像花一样的年龙 对吧 他现在专注是在学业 在社交上 他是不想说 因为租金跟房东 保持不好的关系 你身体谈到别的生活 对吧 所以跟学生交流 其实是 还是比较present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这个一个 就是生活的上升期嘛 他也很希望 他的这个 这个有好的这个信用 相比说我的学生 他毕业以后 他就忘了我 可能写reference 他可能去多多找工作了 需要申请公余了 那那个时候就需要有个 这个之前房东的这个reference 所以我都跟我学生说 那个你只要住的好 你以后 你可以用我报道 当你的reference 对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 就是我不是想说 一定要买这个 这个 这个独立屋投资 或一定买学生房 我是想说他每一种房子的 投资 他都有他的利益 和这个 这个 这个优势和劣势 那不得不说 学生房它确实会存在的 学生需要房东的机率很多一些 因为学生可能他用手离菜的 对吧 他也可能没有这些工具 那我作为房东 可能需要去的频繁一点 对吧 我们付出的东西要多一点 对吧 所以这也是这也是事实 那有的学生房 可能他会弄的比较脏 比较乱 对吧 他搬走的时候可能 我们要做一些大的清洁 所以我不是想让他觉得 就是都是glorious 就是很好 他还是有他比较需要付出更多 其实这两种固形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投资的话 他最容易的优缺点 OK so far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快记录了最后的 OK 那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当中可能 在博物生物很多年 过去我也可能买了不准的物业 那今天你说 哎呀我要退休了 我已经管过来了 对吧 那我想把我这个出租房卖掉 对吧 那个 因为我想变现了 或者是我想把钱 放在那里变现不资了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房子一卖 对吧 我出了好多现金了 我我干嘛呢 我这现金去哪啊 我怎么花啊 怎么怎么投资啊 你不能只放在银行里面 对不对 那么来讲讲这个出租房 这些出租的注意事项啊 那卖出租房的时候 无疑是两种可能性 就我今天这个出租房空房了 对吧 我空房上市 对吧 然后或者我带租客上市 大家觉得哪种方式卖得更高 没有租客 对吧 没有租客对不对 大家都同意的对吧 很多方面 因为空房的话 看房方便啊 我可以把房子收拾 我可以steaching啊 我可以照片做的很好看啊 然后空房的话 大家经纪人 谁想什么时候来看房子 什么时候来看房 所以呢 没有观光统计 但是空房上市房子 卖的租金 卖的价钱比有带租客 可能零售甚至高出10%的价钱 你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有听到过一个字 叫做cash for keys 嗯 那大家谁给我们解释 咱们叫cash for keys 那就是上班前请租客走 ok 我一手交钱 你一手给我要吃 对不对 就是cash for keys 就是因为他不走啊 对不对 那不能不说 现在房东跟房客的矛盾 都是到高峰 历史的高峰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Facebook里面 有个group 叫onterial tenant rights group 那里面就是每天的那个post 是做得不得了 都是租客在那边寻求帮助 对吧 所以现在租客比以前 他是更多的就是资源 去教他怎么去跟处理 跟房东的这种关系 或者是哎呀 很多人会不会说 哎呀我房东要卖房了 我走 可以 租客可以说不走吗 可以 对不对 因为卖房不是房东 房客必须搬那理由 这是我们受安水租务法的限制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为什么就会 虽然很多空房上市挑战 就是这个价钱没办法同意 房东当然想越少越好 对不对 那租客当然说 那我搬个家 我需要每一下子就一个月多一千块钱 我一年多一万二 那你那我搬家以后 那你给我就是就是谈钱嘛 对不对 补偿 对不对 所以在过去的话 在特别在高峰的时候 房价新增上涨的时候 两万三万都是正常的 两万三万跟租客要这个也 五万你看 五万 还有十万的 还有十万的 OK 所以你看看 所以这个 但我就跟客户说 我说你先把这个两万三万放一边 因为我不知道 你没有送客 你能多于卖两万香吧 这是肯定的 OK 但是有的时候房东确实会绕不过这个弯的 觉得我凭什么给他呀 我一定可能卖低着 或者不给他 但是这不乱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我只能说咱们要长远看 最后要看到最后落在咱们口袋里多少 对不对 所以在空房上是有挑战的 OK 因为首先我已经跟我的客人说 你要跟你的房客保持好多关系 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 就是你不能跟你的房客做朋友 OK 这是一个business 所以我跟客户的建议就是 你要跟他保持一个beach 叫arm length 对吧 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该做的责任我做 但是我不能跟你好的是个朋友 对吧 所以那空房上市的时候 你要利用好 你跟客户 你的租客的好多关系 不断的谈 其实我自己去年就有个房子的经历 就是我自己的房子卖的时候 我跟我租客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嘛 那他后来甚至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不卖 我给你涨租金每月多给你800块钱 你知道吗 到那个程度 我跟他一共约了三次 每次都聊一段时间 你知道吗 因为我想他办 然后最后一单身就是协议是 他搬走 我给他两三个月时间搬走 然后我给他两个月最近补偿 就是三千块钱 因为那时候租金比较低嘛 他当时进来的时候 所以我想 但我也有不成功的这一次 Case就是租客就是不败了 房东就是不愿意给他们多钱 后来就是代租客上市 Guess what happened 卖地价 对 那今天说了 我的租客就是赶不走 或者我就不想败那么多钱 凭什么呀 那我就想代租客上市 代租客上市 你觉得会有什么挑战吗 很难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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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房很不方便 房子很扎 他也不收拾 他也不收拾 所以很多很多挑战 看房也困难 这个还只是其次的 但是一旦有这个offer进来以后 这个大家熟悉N12本来就来了这个表屏 就是N12是我今天房子卖了 我的买家是有资助的 ok 那么我可以用这个N12去驱逐我的租客 不是驱逐我给大家serve这个表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过去很多房子滥用这个N12 以至于现在很多房客说 你便宜是真的是要卖点资助的人吗 我就不想败 我就不走 我等到这个LTV开庭了以后 所以我那个case就是 租客就是不走 然后买家接了租客 上帝大概等了半年 开庭以后 然后才取走了 所以就说 这个代租的上市 还有一个N11 对吧 如果说你能够给租客签到N11 虽然你的房子里面有租客 但是如果你跟客户签 跟租客签到N11 N11就是说我们双方 同意解除这个租约 如果你签到N11 就会很大的帮助你卖房的原因是因为 N12如果他不走 你要上租 你可能半年 甚至超过半年 但N11不用上庭 就大概一个月可能就批下了 所以你可能交接的可能往会拖 但是这个N11的这个功效 是比N12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如果当中有人想要搓手 这个投资房 一定要注意 当然我一直是鼓励 一定一定是跟客户 跟租客 这个 斗志动物也好 就是这个 好说好话也好 就是尽量是拿到空房 就还把房子收拾一下 装饰一下 再上市 那如果实在实在是 拿到空房 那就只能是协商 但是我想说房价可能是会 大概是打着扣的 因为确实会有很多挑战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这个 卖这个投资房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它是非常的 我们说这个 这个offer的 这个offer上面怎么写 比如说我今天带租客了 我能承诺空房吗 我不能承诺空房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下offer的时候 这个买贷经历下offer的时候 我一定要有个条款来保护我的客人 比如说我是带卖家客户 那我的客户是有租客的 但是除非这个租客在我面前真的搬走了 我是没有办法承诺空房的 谁能够保证为别人的行为保证 对不对 所以我在代表 就是卖家的时候 我有租客 我一定要在条款上要 极力的保护卖家的利益 就是让他到职位的官司 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想说的是 出租房的出售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那么一定要请专业的这种经济 经验的帮你去 怎么样去谈 跟租的谈 最好拿到公王上市的机会 这个我弟弟已经给我 哎是了 今天到了 所以这是我今天主要讲的 现在的参与 然后这是我的二文 微信二文 买不搭有 我还没有加我微信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我有自己的群 也可以加我的群 然后时间 不好意思 太多时间了 一谈就先换了 OK 我们就请传逼 然后赞逼 非常欢迎大家在访 吴夫兄们 这个周末 来给我们分享 一块学习 那个 上两位奖员呢 那我描述给大家呢 就是 让你的财钱最大化 就是大到不可想象 那你买越来越多的房子啊 或者你买越来越多的 没有化学习基金啊 就是你的那个 自产无限的增长 而我的工作呢 是帮助大家守财 守住财数的最小值 因为今天讲的内容呢 和十一月份讲的一样 就是没听过呢 大家了解一下 听过呢 就帮大家一起休息一下 在加拿大呢 我们都知道就是加拿大是万税之国 这个税之众呢 就是超出那个就是国人的这种想象 那么我们在加拿大呢 医生就是不可逃避的两件事 大家说是哪两件事 交税 死亡 死亡 一直交税 一直死亡 就永远逃避不了 那个由于是拿提货 就是就是我们所为的打工的吧 这些朋友呢就更可怜 因为就是拿提货的里面两个星期 或者一个星期拿不一切割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只看一个自己 大多数人一直看了自己 拿多少可用的多少 那个就没有去算过这些 因为今年的那个税务局调整 就是CPP和EI的那个控方额呢 大幅度增加 我估计新闻里大家也都知道 我这个是去年的一个 例如特殊软件算出的一个年轻十万的打工手 他要交的税 就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还只是去年 今年估计就 就 更藏承主了 就是如果年轻十万呢 他交的税呢 大概是两万七千块钱 税后呢 只有七万两千块钱的 就是 就是 那么 平均税率呢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七 而那你说 如果我的工资翻倍 如果我是二十万年薪 那么他交的税呢 可能就要翻三翻 就是七万四千块钱 然后税后呢 只有十二万七千块钱 他的税率呢 就达到百分三十六 就是我在网上 二十五万年薪 光交税就要交十万 就说嘛 不挣了 哈哈哈 挣了不 对 大家就想象这个税 这个是我们的可怕的关系 就是 这个连连操作人的这个想象 好多金银档子 那么就 回到今天的这个 我讲的主题 因为我也经常去听 道乱的听讲座 每次呢 两三个小时 听了也很激动 当时 回来觉得一问你 听了啥 好像听挺多 讲得出来 那我今天要讲的呢 就大家记住 一睡一肺 你就get了 今天我要讲的话语的吧 那什么是一睡一肺 就是大家看啊 就是那个 我们讲那个 那个四大资产的那个传承方式呢 就是资产传承 它有被动进传承 和主动传承 那个被动呢就是没有遗嘱 突然发生意外 现在呢就是二十年前我做这个保险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对人寿保险抵住 那做遗嘱的更是寥寥无几 那个现在呢我估计大家就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多数人 那个家里有很认真找律师做的遗嘱 有一份或多干份的这种保险 那个主动传承呢 就是这个生物者呢 做的很好安排 有遗嘱啊 或者保险啊 或者信托 或者是生前生余 或者是转让 就是加拿大的那个 那个资产传承方式呢 我们主要讲前三种 第一就是遗嘱自尝 第二是指定受人 第三是联名持有 第四是信托 有不少朋友和客户呢 也问过我 也问过我 因为我们都是做理财这一方面嘛 就是说 哎呀我能不能做个信托呀 加拿大规定 就是必须在资产在两千万以上 你才可以做信托 并且这个费用是相当高 就是不在我们今天的谈论范围内 如果你的资产很大 那么你就找专门的人去做这个信托 我们先讲这个那个 第一个就是遗嘱继承 讲到那个遗嘱继承呢 我们就讲到还是这个税费 就是Final Pax Final Pax呢就是如果一个生募者 就是他去世前 他那个最后一次交税呢 就是把他那个生前所有的资产 适逢卖出计算这个个人所得税 这一块呢是不包括自主房 应税的收入呢 包括你的工作 这个人的工作收入 利息收入 租金 等等 所有的 包括你注册的那个账户的投资啊 甚至RSP啊 这些都要做Final Pax return 那个 因为我从2006年开审呢 就帮了我的保险客户报税 报了也将近20年了 就是说呢 开审呢 是无知者无畏 什么税我都敢报 每年大概报 三百左右的客户 就是什么云南杂政委 我也都报 现在是越报越害怕 逐渐在萎缩这个帮别人报税 虽然我的那个朋友和客户里面呢 没有被那个CRK查的这种就是case 不是我 报得有多好 我肯定不如那个那个快递事务所的快递 而只能说呢 我的朋友就是比较lucky 就是越报越害怕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想那个少交点税 然后多拿点福利 这是就是 但是呢 税务局呢 他是 反正就是 正好跟我们想的相反嘛 反正一没钱了 就拿纳税人来拆招 对吧 就是把我们那个 中产阶级就是 可以说 挤的 就是 这一块呢就是说 一般呢还是最好找那个筷子去做 因为我也做一些老人家的那个筷子去做 我的筷子朋友呢就劝我不要去touch 因为这个非常难 那个历史呢时间有点长 所以这一块我是不敢挨的 那这个 移税就是讲 Final Tax 那个移费呢就是我们讲的Toverty 移费 就是它的那个 比例呢是 就是5万以下呢是0.5% 5万以下呢是1.5% 但是这一块呢是要包括自主房的 嗯 那个 你像我们华人呢 喜欢买房产 就是随便有两三套房子吧 你就是 500万的总资产 基本上就是 就就拥有了 那假设一个人呢 他拥有500万的总资产 他这个遗产论证费呢 按照上面的奖地 大概是 7万4500 就是说 你那个 做完这两点呢 你还要做到呢 比如说 不签政府的税费啊 和私人啊 和政府啊 没有那个债务 和生意纠纷啊 然后这个 有明确的 遗嘱里面有明确的执行人呢 这个 才能按照遗嘱呢 处理这个生徒者的 所有制裁 如果就是 你说我就有理遗嘱 那有啊 这就是这个 为数还不少 就是因为那个 我们国人对这个 比较忌讳嘛 我就不理遗嘱 那没有遗嘱会是个什么 情况呢 就是政府呢 会按这个加丁法 来那个 就是 由他指定的这个 专员 来执行这个 遗嘱 就是 他遗嘱执行人来分配一个制裁 这个就是缺点 大家就是 有目共睹的 一个是好事时间长 一个是把你的隐私放在public 就是没有隐私可言 那个如果没遗嘱 那个如果没遗嘱 他的数额是怎么分配呢 这个和中国就是有点不同 那个在我们安省 前三十五万呢 就是给配偶 三十五万以上呢 就是孩子和配偶平分 如果没有配偶 孩子平分 无配偶也无孩子呢 父母继承 因为在中国的那个继承法里面 父母是排在前面的 而在我们压大呢 父母是放在很后面的 如果上述都没有呢 再找那些庞职 什么执子子子女啊 那个外存外生女啊 如果这些都没有 就是很多那些功劳 那对不起 这些资产 这不是受益政府说的吗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就是张金庄是个工程师 就是04年 他从北京带着所有资产 就是移民家大 税前工资是十万加币 太太没有工作 有两个孩子 大孩子呢23岁 就是咱也知道 那个如果不学CIS啊 不担医生 不当那个什么律师啊 这个年轻人的工资 还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这个工作不稳定 就给父母一起住 小的呢15岁 就是03年呢 张金庄突发这个心脏病 无幸去世 我们来看一下张金庄的资产 就是自住房是200万 奖定是张金庄个人持有 乃务价是80万 带房是轻 投资房有两个 价值是190万 那个也假定他个人持有 乃务价40万 也无贷款 当年允许工资10万 零利息 银行持有国际总管10万 假定呢 以产生利息1000 咱们快速算一下啊 两分钟 算一下张金的总资产是多少 总收入是多少 这样我才便于我们做计算的 所得税和资产 总资产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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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万 总资产是多少 410万 收入 410万是从哪来的呢,就是自助房200万,那个投资房190万,然后加上领取的工资,再加上那个以前的利息